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 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4年9月30日 星期一 那这个视频呢 还接着上一个视频啊 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呢 这个以色列如何做到 对中东这些阿拉伯人呢 实施这个监督啊 让这些阿拉伯人在他的眼里呢 都是完全透明啊 他们就像小老鼠一样 在他们的监视之下呀 那么首先呢 我来说一下 我在上一个视频里面说了哈 就是在他们这个西方啊 有很多人啊 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呢 我曾经还到这个工厂里面去打工过 然后呢 我就经常听到他们说这句话 那么当时呢 我理解出来的意思呢 就是说 他们那些个领导啊 那些个supervisor什么的啊 他们在监视你啊 你不要偷懒 不要耍滑啊 那么最近呢 我看到啊 这句话呢 再一次的被翻出来啊 却原来呢 他是英国的一个小说家 他叫奥维尔啊 他写的一个这个小说叫1984啊 在这里面呢 他描述了一个被时刻监视的反乌托邦事件 说在这个大阳谷啊 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无处不在的电幕监视之下 说在电幕的那一头啊 从未露面过的老大哥正在窥探着屏幕啊 我们在电影电视里面经常看到那样的情景啊 就是警方的这个审讯室啊 在审讯室大玻璃窗的另外的一边呢 是有人跟那看着里面的审讯情况的啊 那这个玻璃呢 是单方向是单向的 外面的人能看到里面 而里面的人是看不到外面的啊 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啊 就是我说的啊 就是一个不公平的情况啊 你都被别人看了个透 你自己都不知道啊 你拿着你自己这个牌啊 你把你这个牌啊 就看不到捂到你的胸口 而实际上对方已经知道你手里面是什么牌了 你说你多么的可怜啊 那么在中东啊 就这个以色列啊 就让这1984里面所说的这个情景呢 就变成了现实啊 多么的惨啊 前两天的时候啊 那些人拿着那个BB机啊 还以为说 哎这是我一个啊 比较安全的一个通讯方式啊 避免用手机让以色列监视我 可是呢 孰不知 你这个手机啊 对讲机啊 车载电话呀 都完全在以色列的掌控之中啊 以色列呢 就远程啊 操作啊 说什么时候我炸你 我就什么时候炸你 说我炸谁 我就炸谁 说我炸什么 就炸什么啊 说声炸啊 就炸 所以呢 就在今年啊 9月17日的时候呢 这个黎巴嫩啊 珍珠党的那些个BB机啊 就发生了爆炸 39人死亡 3000人受伤啊 那么以色列所说的通过这个行动啊 已经是严重的瘫痪了珍珠党这个武装部队 你想想看啊 能够佩戴BB机的 对不对 应该都是他们大大小小的这些个头目啊 那么这些人啊 有39个人已经死了 有3000个人受了伤了啊 虽然3000个人受伤当中呢 还有旁边的这个老百姓 但是呢 这里面就拿着BB机的本主 也有很多呀 是不是 他这些骨干 他受了伤以后呢 恐怕就失去了战斗力呀 对不对 那么那个咱们这视频部 咱们就说 他这种透明性啊 你说你手里拿着BB机 被别人掌握 你都不知道 对不对 你可怜不可怜 然后呢 这事发生以后呢 纳斯卢拉呢 当时还说啊 绝不会容忍啊 这种恐怖主义的行为 我们一定会为这些兄弟报仇的 结果第二天 他们的这个对讲机 还有车载的那个电话 对讲系统 又发生了爆炸 你说你就不想一想吗 是不是 对讲机就赶紧 也别用了呀 车载的那个系统 也别用了呀 就他们这些人啊 说实在的 我真的是觉得 他们脑袋关不行 他们真的不行啊 这个纳斯卢拉 你说你啊 发生了这以后 过了十天 他自己啊 被定点清楚了 多么的可怜呀 所以呢 这两天啊 这句话又来了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那么这两天 我们就听到就是中东啊 伊朗啊 啊 叙利亚啊 珍珠党啊 哈马斯啊 等等等等 都说啊 这就是以色列 惯用的伎俩 这确实是以色列 惯用的伎俩啊 那么我就看到啊 以色列 他干的第一起啊 网上的信息啊 说是在1996年的时候呢 就发生了人类历史上 第一起的远程遥控手机爆炸案啊 那个是什么呢 就是哈马斯啊 他们的一个炸弹工程师 他叫阿亚什啊 阿亚什是一个炸弹工程师 那么以色列呢 就想把他给杀掉 那我看到最近的时候呢 其实以色列就定点清除了 伊朗在叙利亚的那些炸弹工程师 对不对 一窝端了好几个 那么这个哈马斯的炸弹工程师 阿亚什啊 在1990年啊 他是第一个远程遥控这个手机爆炸案啊 那么他是怎么发生的呢 其实要说这以色列聪明呢 他也聪明 要说其实呢 也没多聪明啊 就说呢 世界上啊 情报组织最厉害的 有四大情报组织 第一大情报组织 那就是美国的CIA哈 第二呢 就是这个前苏联的克格勃 第三个就是英国的第六军情局啊 那么第四呢 就是以色列的这个莫萨德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 他第一起的遥控呢 其实呢 他们并没有多厉害啊 并没有多厉害 不是特别的高明 我们来看哈 他这个事怎么发生的 说当时哈 这个阿亚什啊 他为了防止啊 别人能监听他啊 他自己都没有手机啊 他不用手机啊 他用别人的手机啊 然后以色列的这个情报机构啊 他们就发现什么呢 这个阿亚什呢 他就只使用一个人的手机 就是他的好朋友 叫奥萨玛哈马德 他用他这个好朋友的手机和外界进行联系啊 然后呢 这个以色列的情报组织啊 就想办法找到了他的好朋友 奥萨玛哈马德的舅舅 找他的舅舅叫喀米尔啊 找他的舅舅 然后呢 给他舅舅 当然是重金嘛 对不对 收买他啊 就给他舅舅钱啊 买了一个手机 送给这个炸弹工程师的那个朋友啊 那么后来呢 有一天啊 他们就发现 哎 这次呢 就是炸弹工程师啊 准确的说 1996年1月5日啊 炸弹工程师呢 就用他这朋友的手机呢 再打电话 然后呢 就远程引爆了手机 就成功的把这个炸弹工程师远程击杀 你说这事啊 以色列有多聪明吗 其实也没有多聪明 对不对 他为什么说能够成功啊 他就是这个炸弹工程师啊 真的不够聪明啊 真的不够聪明 你说你为了防止被控制 你不要手机 对不对 然后你用别人的手机啊 你固定一个人的手机啊 你固定一个人的手机也没有关系啊 你没有一根弦吗 这个人可靠不可靠 他换了手机了啊 你不问了 为什么换手机 这个新手机是从哪来的吗 你就上来就用吗 对不对 你这根弦都没有 你不是活该你死吗 你说是不是呢 还有说到这儿就说 哈马斯啊 这回在伊朗总统的就职典礼 当天被在旅馆里面定点清除的这事也是啊 你说你哈马斯的这个哈尼亚他叫对吧 这个哈尼亚啊 你说你去参加他那个就职典礼也就算了啊 你能信任伊朗吗 伊朗多少次啊 被以色列的情报机构给他控制了多少次定点清除 定点清除了多少人呢 然后你还去你去没关系啊 那你是不是对自己的安全得有一个意识啊 对不对 然后你去了以后呢 你还住你以前最喜欢的那个酒店的那个房间 你怎么能喜欢那个酒店的房间呀 你到这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来享受来了吗 对不对 你的安全重要还是享受重要啊 你为了你安全 说实在我要是他 我住老鼠洞我都比住那儿强啊 对不对 结果呢 他还住以前住的那个房间呀 那你这不就是给别人来制造机会吗 伊斯典如果是不用这个机会 大家傻了呀 对不对 所以啊 就是这个哈马斯领导人 你说和1990年 你哈马斯的炸弹工程师的用同一个人的手机啊 还不审查那个人审查他的手机 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不是一样的错误吗 对不对 好 这就是呢 以色列啊 第一次远程引爆手机成功的势力啊 完了以后呢 这以色列啊 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然后2000年的时候呢 法塔赫的一个活动家 他叫萨米马拉比 他在接听电话的时候的手机啊 突然就爆炸了 完了马拉比呢 当场死亡 像这样的一个个人的 这种定点清楚呢 数不胜数啊 这个以色列屡屡得手 完了以后呢 咱们就说这个伊朗 伊朗呢 我们在前两年啊 2021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哈 伊朗的那个核设施电力系统 被以色列远程给了锁死了 多台离心机呢 就不能工作了啊 甚至呢 就受到了破坏啊 我们就感觉到 我了个气啊 你这伊朗这能力真的是太差了啊 让人家远程就把你的核设施 离心机给破坏掉了 其实呢 这还不是第一次呢 实际上呢 在11年前啊 2010年的时候呢 这个以色列啊 就通过计算机的什么 诺虫啊 一个这个软件 就攻击了伊朗的 纳探兹核设施啊 造成了他当时的 这个离心机瘫痪 同样的问题 就在伊朗的身上 反复的出现 所以我上一个视频就说啊 好多人就说 这次伊朗还不下场吗 伊朗下场又怎么样 要怎么样 对不对 你最应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对不对 现在啊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Big Brother 他是怎么来watch他们的 怎么样使他们变成了透明的啊 我看到一篇报道啊 说以色列啊 建立一个数字监狱啊 他怎么建立数字监狱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哈 以色列呢 他是一个在中东的一大强国啊 他各方面其实都挺强的 他的工业啊 他的科技啊 是很强的啊 说这个以色列啊 是全球最大的监控技术输出国啊 根据这个非政府组织叫Privacy International 2016年的一个报告啊 说以色列当时啊就拥有2016年啊 当时就拥有27家从事监视技术研发的企业 而以色列监视技术设备的出口额甚至一度超过了他的军火的出口额 就是说这是他的一个强项啊 也就是说在以色列呢监控技术有着生机勃勃的土壤 说犹太的这个情报机构的历史啊 甚至还早于以色列建国啊 说1918年的时候 在英国人的主导之下 犹太人情报局就成立了 该机构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探查有关阿拉伯领导人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信息 那么当时呢 这个巴勒斯坦地区是在英国的治理之下啊 那么以色列呢 1948年建国到80年代这段时间 以色列呢 就针对这阿拉伯人 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的监控手段啊 主要是什么呢 是人口登记 制作身份卡片 土地调查和建造 料望塔等传统技术啊 那么他就在这个约旦河西岸这个地方呢 建了一个料望塔 但是呢 在过去的40年间啊 以色列的监控技术实现了数字化的转型 手机与网络监控 数目学数据收集逐渐成为了安全机构的新宠 以色列的数字殖民主义获得了科技巨头的支持 那就是谷歌和亚马逊 说为了欢迎啊 有一次谷歌手机执行官 爱里克施密特在2016年访问以色列啊 以色列的空军在他们的聚集地拼出来了谷歌的这几个字母啊 G-O-O-G-L-E 这几个字母 还一头呢 搁一个这个战斗机 那么2013年啊 谷歌发起了一个叫E-Novit Israel计划 为以色列政府就提供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系统模型 2015年时任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 也为以色列情报单位8200部队的前长官开发的网络安全倡议 注资1800万美元 以色列的8200部队 就是在以色列部队当中啊 一个专门性的专业性的情报方面的一个精英部队 说2021年啊 谷歌与亚马逊跟以色列政府呢 就签订了价值12亿美元的云计算投资合同 该项目被称作Project Name Bus 其纸面内容呢 是在以色列建立新的数据中心 并且允许以色列政府使用内置工具 进行机器学习数据分析和应用程序开发 以色列国防军是Project Name Bus的主要用户 它将相关技术广泛用于面部识别 智能图像分类 目标跟踪 甚至以此分析表情 文字中流露的情绪状态 以色列的一个官员啊 就曾经公然的表示 说这个合同有助于以色列对哈拿斯组织展开军事报复 借助着规格的这个技术知识 以色列将加沙与耶路撒冷就变成了数字监视技术的实验室 在这里呢 现实和虚拟世界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被监控系统吞噬 咀嚼 最后被消化成一张张的逮捕量 我们以前就说啊 凡是美国啊 指责中国干的事都是他自己干的事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美国指责中国说 说中国啊 收集什么DNA 收集生物信息 还记得吗 实际上这都是他们在干的事啊 他们就收集这个巴勒斯坦人啊 他们把这个加沙地区都围起来了 对吧 就把这个约旦河线也围起来了 你进进出出 我都收集你的生物信息啊 我对你掌握的是一清二楚 对不对 你的步态 你的表情 你所有的东西啊 我都建立起来了数据库和识别系统啊 然后呢 据报道说啊 在现实世界以色列实现了 对每一个巴勒斯坦个体的识别和记录 以色列人口移民和边境安全管理局 要求所有的年满16岁的巴勒斯坦人 注册智慧卡片 作为进入以色列控制区的准备证 该卡片包含了照片 住址 指纹和其他的生物识别特征 这些生物信息均被储存在一个叫做 Wolf Pack的数据库当中 Wolf Pack Wolf就是狼啊 现在假设一个巴勒斯坦人试图从东 耶路撒冷前往约旦和西安 他需要首先穿过密集的摄像头网络 以色列人在东耶路撒冷运营着一个 由数千台闭路电视摄像机组成的网络 平均每5米就有一到两台摄像机 以色列人将这一监视系统称作Mabat 2000 看到这儿呢 我就知道了 为什么哈马斯的领导人 长期他们是住在卡特尔的 包括那个哈尼亚 哈尼亚是长期住在卡特尔的 说在街上如果这个巴勒斯坦人表情异常 他随时可能被巡查的警察就拦下 警察可以在智能手机上打开拦廊程序 调出Wolf Pack当中储存的数据 对他进行身份核查 当他穿越以色列本土 到达以色列和西安接壤的西波伦地区时 军事检察站的士兵会拦下他的脚步 命令他接受红狼系统的拆选走两步就是啊 我看看你是符合了谁 那么以上呢是以色列啊 对于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做法 那么对于黎巴嫩南部的这些真主党呢 其实呢以色列也建立了类似的数字监控网络 那么以色列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为了监控真主党啊 就以色列一方面投放了大量的侦察无人机 同时呢雇用了更多的线下暗探 从事危险的间谍工作 2023年的一期案件说明了以色列的暗探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12月的下旬啊黎巴嫩警卫拦住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车辆 从中搜捕出了一部高度先进的间谍设备和多部手机 在其中一部手机当中 警卫就发现了56000张高分辨率的照片 据这个嫌疑犯供述啊 他们的酬金高达20万美元 而黎巴嫩的人均GDP才3500美元啊 为了获得报酬 他们需要绘制贝鲁特及南部郊区的精确地图 地图上包括街道建筑商店名称 停放和行驶中的汽车 车牌号和路人的面部特征 他们还拥有无线电频率扫描系统和无线电基站信息 能够获得区域内每台无线设备的名称 密码以及连接用户的确切地理位置 这些暗探和无人机勾勒出信息的骨架 以色列的网络技术呢 则更进一步的充实它的骨肉 以色列可以侵入黎巴嫩的电信网络 监控手机 智能电视 智能手表 等几乎所有门类的智能设备 获取其定位信息和存储信息 说到这儿呢 我就想起来了啊 我们经常看到啊 当你进入美国边境的时候呢 美国的海关人员是可以要求你 把你的手机交给他的 你的手机交给他以后呢 就随便他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知道吗 那么他对于这个进出美国的这些个人呢 尚且是这么做的啊 对于黎巴嫩的这些人 真的是啊 他们你想想看 如鸡似渴的来获取这样的一些信息啊 这就是为什么 郑主党他们决定啊 从今年初的时候就不用手机 而使用这个BB机啊 还有落后的对讲机 结果呢 也没有逃过以色列的魔障 那么关于这一次的这个BB机爆炸啊 中东啊 还有世界其他的国家啊 就成了惊魂之鸟啊 难道他们就不用电子设备了吗 用电子设备怎么办 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啊 已经明显的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我们下一个视频呢 就来说一下这件事情 这个视频呢 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就是啊 中东自从发生了BB机爆炸 对讲机爆炸之后啊 我当时我就说了啊 其实呢 这个以色列这么做啊 会有一个效应啊 就是严重伤害的 不仅是跟以色列有关的啊 就是跟西方国家有关的 以及呢 有可能和西方国家合作的那些国家呢 他们的信誉啊 都会受损 那么起码中东的这些消费者啊 他们在使用这个电子产品的话呢 他就得想一想了啊 这个东西安全不安全 其实不光是中东啊 其他的地区人 难道不需要想一想吗 是不是啊 这个东西呢 安全不安全呀 美国呢 一直都以安全 国家安全为由啊 来制裁中国的产品啊 其实呢 却原来他们的产品才不安全呢 那么现在这BB机爆炸 这个事情的这个效应是什么呢 在中国的厂商这边啊 就反映出来了 那么我们看到有中国新闻网报道说啊 说为了避开美西方控制下的电子产品啊 中东的一些国家已经陆续的开始向中国的厂商订货了 他们要求购买的这个电子产品呢 必须由中国大陆生产啊 就光这样还不行啊 并且啊 直接由中国大陆发货 不经由任何的第三方 他们都怕了呀 因为第三方很有可能就是以色列的这个空客公司啊 正像这次以色列的这个操作 对不对 必须中国生产 中国直接发货啊 不经过任何人的手 直接就到中东的购买者的手里面 那么我还看到有报道说啊 台湾的名嘴蔡正元 他就在节目里面提到啊 说据他了解啊 目前就中东地区那些人下到台湾的订单呀 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耳机 也必须是在大陆工厂制造的啊 否则的话 以改俱收 哎 我有点不明白了 中东难道还不吃一切长一智吗 我还以为他们绝对不会再订台湾的货了呢 那么你既然是要求台湾的订单 必须大陆制造 那你直接到大陆去订不就完了吗 你们上一次吃亏不就吃亏在这个吗 对不对 经由这个台湾啊 那你经由台湾啊 下单啊 他保证在大陆生产啊 你就相信吗 是不是呢 他不会做手脚吗 我在上一个视频 我就说哈 通过这一系列的中东呢 被以色列渗透啊 中东被以色列准确的情报掌握啊 就说明了他们中东人哈 真的是不聪明 不聪明啊 你稍稍动动脑子啊 这里面哪一步有可能出问题啊 这不需要大智慧啊 是不是啊 你与企业向台湾订单 要求是大陆制造 直接到大陆去 订单不就完了吗 然后呢 看到有中东的网友啊 在网上表示说 说我不确定从西方购买的电子产品 是否含有炸弹 但是从现在开始 我只选择从中国购买 你要直接从中国购买啊 就对了 也有网友说呢 中东人民应该团结起来 共同抵制美西方的产品 他们已经不再安全了 中国才是更好的选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看到啊 咱们有很多的中国人啊 现在哎呀 就开心了啊 说怎么样 西方又搬起石头来 砸了自己的脚吧 中国的国运就是这么的好啊 然后呢 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是为中国做宣传 都是把市场啊 和人脉 推向中国的这一边 那么我们也看到呢 有国内的网友说是 在网上啊 就很开心啊 就贴出了自家工厂收到的这个询价单啊 这个邮件呢 是来自于中东的客户 但是呢 与往常不同的就是邮件里面 额外就强调一些附加的条件啊 这个附加条件呢 就是明确要求这个产品 必须是百分之百的来自中国 那么这网友就感慨说啊 国际贸易做了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要求啊 那么中东为什么会毫无保留的信任中国呢 这是很多人啊 在网上发出来的这个问题啊 那其实就很简单了啊 就是因为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啊 中东所需要的电子产品呢 从原材料到零部件 到研发组装 到最后的成品 全都是一站式的啊 都是在中国 不会经过其他任何的第三方 并且呢 中国是不受西方国家操控的 完全是脱离了美西方的体系啊 我看到有很多的网友就说啊 能够同时满足以上这两点的啊 你放眼全世界 大概就只有我们中国能够做到了啊 对于中东这些抵抗西方的这些人来说 来自中国大陆的电子产品啊 上面就写着两个字 安全 但是我这个视频就想提醒大家啊 果真安全吗 中国会不会砸了自己的牌子啊 我们不要忘了啊 中国也有很多的恨国党 有很多人是美国远程养殖的走狗 知道吗 美国拿出来了16亿美元啊 来对中国展开这种攻势 他们只是来口头的抹黑你吗 对不对 他所扶植的那些恨国党 那些美国的走狗啊 会为他们干出来一些什么事 只是过过嘴瘾吗 他们会不会也建立一个那种空壳公司 然后呢 经由他们的手把货就发给了以色列所指定的中间环节 或者呢 他们直接就成了以色列的中间环节 会不会是这样的 会不会就像哈马斯下的BB订单一样就吓错了人 直接就吓给了美国远程养殖的那个走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中东对中国的信任是不是被打得稀碎呢 中东兄弟们的心会不会被伤得流血呢 他们还能信任谁呢 所以呢 现在啊 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啊 面对中东兄弟对中国的这种信任啊 中国应该打起十二分精神来 那些个工厂啊 都应该多一个心眼 多一个心眼不行啊 多十个心眼 多一百个心眼啊 提高警惕 不要让美西方所豢养的那些恨国党啊 那些走狗啊 有机可乘 这个东西呢 你不能完全靠中国政府啊 因为你每一天的这个商业行为啊 中国政府他不可能都操心到每一个细节 那是不可能的 这件事情呢 就要靠每一个人啊 你不要光得意洋洋的说 哎呀 中东的兄弟们信任我 信任你啊 但是你的工厂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坏人啊 好 我这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